欢迎回来我们要介绍一间很特别的书店 在台北市新生南路的宁静巷弄里 有一棵树林超过50年的芒果树 多年来跟一间有42年历史的旧公寓相依偎 但是因为人类贪图方便 在树身缠绕了电缆 而且树根上覆盖了水泥 一直到一个热爱土地生态的独立书店主人进驻 让老树有了重生的机会 因为我很喜欢植物 所以其实看到那棵树觉得它很辛苦 因为看它的树干之精 你就知道它应该比这栋建筑物更老 助力在巷弄里的老芒果树 多年来与旧公寓相互依偎 过去宝经风霜的岁月 在它身上留下了窗疤 其实看到那棵老树有一点点心疼 就是因为它虽然挂了一个 受保护的老树的牌子 可是可能是历任的那个承租的人 为了停车的方便 然后整个地上其实铺了一层很厚的水域 然后绕满了第四台的电缆 还有各式各样的营物 看不出来为什么会存在的那些线 三年前书店进驻旧公寓前 组屋契约都还没有签 黄宇明已经迫不及待先拆除管线和水泥地 还给老树自然原貌 其实开书店 开书店就已经够浪漫了 浪漫的有点不切实际 如果在开书店的同时 可以救一棵老树 你不知道它还可以再生长多久 可是你至少可以确定 从现在开始有人会好好照顾它 我觉得那会是一件很幸福 浪漫的很幸福的事 开书店视为一种浪漫 拯救老树作为幸福之事 对黄宇明来说 透过在地居民口述老树的历史 更是动人 很有趣 因为很多邻居会跟我们分享 分享这棵芒果树 在它童年的时候的故事 在它少年的时候的故事 在它中年的时候的故事 就是一种发生在你我生活周遭 很简单 很真实 可是对我来说是蛮动人的 主打环境议题的独立书店 以拯救老树作为故事的开端 听起来或许过于浪漫 却也让人看见书店主人 对土地生态的情感与态度